巴特勒去哪儿大局正如火如图上演,黑曼巴之所以铁了心的要走,与狼对二哈有很大关系,特别是养生曼巴维坚斯,维坚斯贵未壮,年纪轻轻,但是杜信前辈经验,师从哈登,詹姆森等,信奉养生篮球,自从签约大合同以后, 无求无欲,所以才惹怒了好胜心切的巴特勒,可是,维坚斯没有看到,哈登和詹姆森虽说有十年打养生球,站在球队困难和关键时刻,他们马上就能站出来,带领球队争取胜利,而维坚作为选秀状,天赋报表的年轻人,没有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,所以才被大家所不容。 当然,也有人理解维坚斯的心思,看看森林郎教练是谁,就知道维坚斯有多聪明了,在西伯杜手下打养生篮球没毛病,可以参考一下拉文,罗斯的惨痛经历。 最新消息,森林郎和热火关于巴特勒的交易谈判已经破裂,两队原本预备即将完成交易,但三场季前赛后,森林郎临时把维坚加入了交易筹码,导致谈判破裂。 这肯定是前真慢确的假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